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UTM上安装Windows XP 在M1上安装XP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不光可以用来打拍 而且也可以让M1支持那些只有Windows驱动的打印机 可以利用这个XP虚拟机安装上打印机 然后加装AirPrint的支持 让苹果也可以使用它 这样就实现了Mac使用不支持的Windows打印机 好了废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Windows XP的安装 我们先打开UTM 然后点这里去官网下载Windows XP的模板 把浏览器窗口拖进来 页面一直往下滚动 滚到最后可以看到Windows XP的模板 点击Downd进行下载 双击揭开模板文件 然后再双击打开这个虚拟机 先按停止 然后看一下具体的配置 接着我们点开编辑 基本上不用修改 如果你觉得磁盘大条过小的话 你可以三调重新加一个 这里修改一下网络为共享模式 然后点保存 接下来选择一下Windows XP的光盘镜线 接下来我选择一张很久很久以前的光盘镜线 估计有20年了 以及中间的黑色按钮进行安装 安装XP的过程我这里就快进了 基本上都知道 这里按下C使用整个磁盘 然后再敲回车 然后再敲回车 格式化整个磁盘 这里选第一个NTF4块 到这里Windows XP差不多安装完成了 配置我都选择默认的 这个配置还会打一些补丁 然后我们安装一下UTM的驱动 老规矩还是Spicy Tools 选好境界后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模拟器的分辨率 打开光盘镜像开始点击上面的安装文件 驱动安装完成后重启一下虚拟机 经过片刻的等待Windows XP基本上安装好了 感谢观看 打开命令行 然后输入IPconfig看一下当前虚拟机的IP地址 这里可以看到网关地址为192.168.64.1 IP地址为64.20 然后我们切回麦克电脑打开访达 在菜单栏中选择连接服务器 输入虚拟机的IP地址192.168.64.20 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连接上了 这样共享就建立起来了 这里由于Windows没有收支密码 我现在去改一下 可以看到共享建立起来了 这里删掉一个文件那边也没有了 复制一个文件过去 嗯那边出来了 再把它删除那边也没有了 最后点充电的暂停 我们挂起这个虚拟机 好了 以上就是用UTM安装Windows XP的全过程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